为提升蓝语浮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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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与主任的浮潜教练班 所以是今年第一届 教练表示 常听到在地经营浮潜业者 被客人质疑是否有合格证照 因此才办理浮潜教练证照 课程内容有CPR 海上救援及生态解说等学术课程 主任表示 相信学程后也能提升服务品质 带着客人最主要都是以浮潜为主 对 那浮潜的话 我们最需要会用到浮潜建造的那些 对 然后之后带客人向讲解解说 比较专业的方式去跟客人做一些解说 围棋两天的课程 学员都是在地经营观光的族人 兰娱四面环海 不少观光产业 都是从事海上休闲娱乐活动 主人说 期望借有奖息传达浮潜活动安全性 与海洋环境保育的观念 游戏新闻小环尼克在圣台中南语采访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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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